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陶罗关心占卜 今天给大家带来陶罗占卜视频 就是选一张牌 侧你近期有何种好音出现 下方同样有四张牌 分别是A B C D 在你的心中默念占卜的问题 从下面的牌中选择一张你最有感觉的陶罗牌 好 选好的朋友就接着往下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牌 这张牌是力量 这张牌就表示你近期的运势很不错 可能是在感情上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能是在职场上得到老板的看重 也可能是因为你暗恋已久的男神或者女神 总而知就是你想要的事情都得到了一个满意的成果 那么老师建议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去好好的展望未来 那么如果你心中还有其他的困惑 不管是关于爱情 事业 财运 婚姻等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找到老师担卜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张牌 这张牌是保洁二 这张牌就表示你近期会遇到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可能是一次与政缘的邂逅 可能是一次关乎人生的重要考试 也可能是一次职场上意料不到的工作机会 总之这一次的转变会改变你现在颓废不振的生活状态 这会也会是你人生的一次大反转的机会 那么老师建议你呢要调整好心态 用心去好好把握住那一次的机会 那么若你心中还有其他的困惑 你可以关注老师了 好 以上两张牌呢我们解析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一张牌呢是心必往后 这一张牌呢就表示你近期的运势呢可能会比较一般 不好也不坏 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 也许呢是给你潜行学习 不断在潜行的道路上继续提升自己 而眼睛虚锐是未来更好的强势回归 所以呢你也不必过于着急或者担心 先老师呢先建议你好好的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态 进行的等待你的好运到来 那么呢 若你的心中呢还有其他的情感疑惑 不管是关于爱情啊事业婚姻等方面的问题呢 都可以找到老师了你近期可能会遭遇一些不好的事情 要你觉得自己的水利一直都在 也许呢可能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可导致你的欲望难以填充你的内心 很难懂得去满足 就算呢好运降临在你的头上 你也毫无知觉 老师呢先建议你好好的学会 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不要被他蒙蔽了双眼 才能找到你真正的需要 你知道 你知道 你想 这样你就主 你就主动 好运是否 你就能知道你的好运 是否会这样领在你的身上了 那么 若你的心中还有其他的情感困惑呢 记得占卜 好了 本次陶罗牌解析呢已经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的心中呢还有其他的情感困惑 关于爱情事业婚姻财运等方面的问题呢 都可以找到了 是的 我会为你们进行详细的一对一的占卜和解答 好欢迎大家下次观看 拜拜 拜拜